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北的武汉 今天呢,主要是带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国特大型城市 属有九省通区的武汉市 下面我就分多个角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武汉的市中心、郊区、生活以及城市面貌的发展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长江的一望无际 非常的辽阔 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路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也是华中地区唯一可以指寒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在武汉的市中心呢 随处可见都是一桩桩高楼大厦 现在我所走的是武汉比较有名的江汉路 它是中国最长的步行街 所以呢,有天下第一步行街的美丽 是属于武汉汉口的中心地带 武汉这个城市非常大 每一个区都有相对应的市中心 比像在武昌区比较繁华乐乐的就是在光谷馆场附近 在汉阳区最繁华的地方呢 是属于王家湾 所以武汉这个名字呢 它是由武昌、汉口以及汉阳三镇的统冲 在1927年之前是没有武汉这个名字 在后来三个镇呢 就合并为武汉 那么在此之前熟悉的地名是武昌和汉口 汉口顾名思义就是汉江之口 是汉江注入长江的地方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楚河汉街 它是全球最长的步行街 而武昌这个地方呢 治三朝就是楚国的腹地 可想它的历史文化是多么的悠久 截至2019年 武汉全市下下13个区 总面积有8569.15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约1,121.2万人 东西最大红距达132.1公里 南北最大重距约154千米 形如一只 窒息向东翩翩起舞的彩蝶 城市建设和环境都是非常的新 防华程度呢几乎是不亚于杭州、重庆、成都 也是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集市 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在民国初年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翻略中提到 武汉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市之一 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 武汉也曾担任过首都职人 在1926年武汉成了当时的临时首都 在如今的21世纪 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见 现在武汉的发展 以及各大总部都迁移到武汉 所以呢这个实力是非常的强大 武汉全都是高楼林立市中心 而且在2019年的中国摩天大楼 根据2020年中国摩天城市排行版当中 武汉200米以上的高楼是位居全国第六 所以你走到武汉的街头 随处都是可见一桩桩非常新颖亮丽的高楼大厦 而且不管你随处走到哪个街头 都在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进行建设 武汉它是不缺人才的 因为它拥有世界上大学生最多的城市 只有引进先进的人才 一个城市才会发展 所以武汉过个几年将会成为名乎其实的中国特大型城市 因为实施的计划和方案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所跨过的呢 就是武汉长江二桥 是武汉自主建设的第一座长江大桥 前面的这些大楼都在这里封顶之中 车流量呢也都是川流不息 节奏感呢非常的快 而且你在这个市中心你可以看得见 城市绿化和道路建设可以用一流来形容 环境是非常的期盼 非常的防华 根据2020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上来看 武汉市位居全球第93名 而成都市排名第87名 我想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影响 武汉的名次肯定是可以超越成都 但是武汉总体的市中心的市容和面貌 确实是比成都防华 也被归为世界二线城市 再说到铁路交通呢 武汉一直都是中国高铁客运专线网的重要枢纽 中国四大铁路枢纽 六大铁路客运中心 也是金管铁路 护汉龙铁路 两条国家级高速铁路大动脉的交汇地 特别是在2013年 武汉铁路客运量首次超越了北京 广州达到了1.2个亿人次 位居全国第一 从为中国铁路运输的最大中转转 前面是武昌区的光谷广场中心 也是非常的防华 下面坐的公交车呢 带大家看一看湖北第一大城市 武汉市的街景 带大家看一看湖北的重置经济文化科技 京人中心的武汉市 这边是位于武汉的一个郊区 城市建设也是非常的不错 不仅在道路建设上面修建的非常的霸气 而且武汉在中国的桥梁技术上面呢 也是创造了很多世界之最 离乡世界上最大的公田两用大桥 天兴州长江大桥 阳寺港长江大桥 鹦鹉州长江大桥 这些都是创造了很多世界之最 这边呢 在建设武汉的第一高楼 绿地中心 本来是要建设中国第一高楼的 由于某种原因呢 只能建成华中第一高楼 武汉的地铁目前是有九条线 超过很多省会城市 非常的发达 火车站每天也是人山人海 整体呈现的都是一片繁茫 快节奏的感觉 前面所看到的就是延西湖大桥 因为它一共穿越了47个轨道 也是全国之最的一个大工程 武汉整体给我的感觉呢 是非常的震撼 防华 时尚 虽然综合势力比程度要差一点 但是市中心的防华程度 绝对比程度要防华 如果我感到达了 都是给你 全国之间的 那我感到达了